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天起 周恩来就是党员 从1927年开始 他一直身处中共党政军最高决策机构 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总理 直至1976年去世为止 在将近60年的政治生涯中 他亲身经历无数次中共党内的政治斗争 他亲自参与了所有的这些斗争 在他亲眼目睹周围无数的达官险要 一个个在党内政治斗争风浪中丧失权力 丧失人身自由 乃至丧失生命的同时 他自己却不仅可以屹立不倒 而且还享有人民的好总理的美誉 周恩来是如何做到的呢 今天的美国之音解密时刻 为您揭示 1969年11月12日 中国共产党副主席 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 在河南开封的一间陋市里 孤独凄惨地死去 死得无声无息 他的尸体被秘密火化 火化单上的名字写的是刘卫黄 职业一栏写着无业 就在一年前的1968年10月 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准了 关于叛徒 内奸 公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 将这位中国共产党第二号领导人 毛泽东亲自选定的第一位接班人 永远开除出党 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在这次会议上宣读这份报告的 就是报告的起草人 中共副主席 中国总理周恩来 我看的档案材料呢 是在刘万审查报告 上送给中央的报告 是周恩来亲自起草的 用周 陈伯达 康生 江青 四个人联名向毛 林报告 周在这个里面呢 就称亲密些的刘贼 这个给刘那时候戴了五顶帽子 周恩来在刘少奇的罪证材料上 做了一大篇批示 他写道 刘贼是大叛徒 大公贼 大内奸 大特务 大汉奸 真是无独俱全 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 刘少奇之死发生在被称为十年浩劫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第三年 成为文革中最大的原案 刘少奇被打倒后 林彪成为中共党内排名第二的领导人 1969年4月 中共召开九大 林彪的接班人地位 被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 周恩来在4月14日的全体会议上说 我们不仅为着我们伟大领袖 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 而感到无限幸福 我们还为有了众所公认的毛主席的接班人 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 文革史专家宋永毅说 周恩来和林彪的关系 好过他和毛泽东的关系 林彪曾经一再关照他下面的四大金刚和叶群 要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和周恩来合作 说周恩来就代表我 林彪事件之后 从毛家弯超出不少 周和林彪之间的信件和照片 最后呢 都被这个汪中兴送给周 最后周一把火都给烧了 朱德曾经是和毛泽东一起被中国人喊过万岁的中国领导人 1966年5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开会批评朱德 原因是他对批判彭罗路洋反党集团持消极态度 周那个时候也跟着批 我在历史上我就一直是反毛 反毛的话呢 你朱德历史上你错误也得非常多 你也是多次反过毛 你是中央的常委里面的定式炸弹 其实呢 周跟周的私交是非常好的 两人相知是非常深的 但是在会上 也指着彼此怎么样讲 你是中央常委里面的定式炸弹 周在文革中啊不是什么人都保 他首先要看毛的脸色 第二呢 他要看不得罪林彪 不得罪江青 在毛林江甚至于包括康 这几个人之间 哪一方都不得罪的情况下 找这个平衡点他去保 如果得罪了其中任何一个人 他不吭声了 对于文革中另一位 与自己关系密切的落难元帅贺龙 周恩来起初想保 但最终还是放弃 1967年初 周恩来派人将贺龙夫妇 送到北京西山隔离 当年秋 贺龙被正式立案审查 周恩来亲自拟定了审查报告 还在上面写下数百字的批语 大骂了贺龙一通 贺龙那时候连在山上水上不去 连水都不够喝 他们只好接这个雨水喝 而且吃饭的话 营养也严重不足 所以贺龙是个糖尿病人 食物饱之后就到处就发颤 血压高 所以最后恶化 走走路就到地下沟图 作为中央文革碰头会牵头人 贺龙夫妇的悲惨境遇 周恩来并非一无所知 然而他并没有伸出援手 1969年6月 饱受折磨的贺龙在北京病逝 请您继续关注解密时刻 是是非非周恩来 完整版